大家好,本期的内容是分享如何制作木质刮刀 能否成功地把灰刮好,这是由一把好的刮刀决定的 所以这也是七亿制作中我们非常重要而且经常要使用到的工具之一 一般常用的刮刀材料有木质的、牛角的、橡胶的和塑料的 在学会了制作木质刮刀后,使用其他刮刀的时候也可以用类似方法去打磨 而本次课程就是从修整木板的步骤开始制作的 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更多的免费期视频 可以在以下平台中搜索成岩七座观看 如果课程学习中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添加二维码微信随时联系询问 首先准备的材料有山木的木板、豹子、手锯、小锤、图示刀和600木的砂纸 之所以选择山木板,首要原因就是山木的产量比较大 而且长得快,不亦腐败 对木板、木纹的选取也是有讲究的 刮刀尖端的方向必须是整齐地顺着木纹 也就是习惯使用的那只手、食指指向的方向 因为有的人是左撇子 那制作的刮刀和右撇子刮刀尖端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如果选择木纹的时候有歪斜 那在使用中就容易出现断裂的问题 那使用寿命就会很短了 首先我们拿出大约18厘米左右的长方形木片 一端顶在桌子的边缘处 压实之后用抱子修型 每抱一下都要从头到尾顺着木纹抱 大约修成3-4毫米的厚度后 用手锯按照斜角对角线方向 锯出两片木片 这就是刮刀的大体形状了 接着继续用抱子把两块刮刀木片的边缘部分 打磨齐平 打磨边缘也是要顺着木纹的 一边抱一边检查平整度和是否有倒刺问题 当然了如果是逆着木纹使用抱子 就容易有倒刺出现 而且抱子也是需要使用一段时间后 用小锤把刀锤紧 不然抱的次数多了 刀片松动就会影响使用效率 修整好的木片刮刀 就要用涂饰刀来修前端部分的形 也就是我们最常使用到的部分 这里要在木工台上操作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 下刀用力要均匀 最好是把胳膊肘顶在腰部 靠腰部的力量往前推 去修整刮刀的前端部分 我们在拿起刮刀的时候 食指指向的方向就是刮刀斜面的方向 刮刀和涂饰刀都是单刃的 所以也会分左右手 视频中这把是给左手使用的木刮刀 如果是右撇子 那就换成另外一个方向修整木片就行 修尖端部分的时候也是要顺着木纹的 不然的话刮刀容易被劈开 我们在制作工具的时候 大家也都要按照自己的习惯去修理工具的形 修前端部分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用点力往下压 感受到刮刀的一个腰力还有弹性度 所以是需要一点一点修整的 视频中也展示了修整一把尖端部分是弧形的刮刀 也叫做圆刀 一般圆刀是用来做比如碗的中间部位的刮灰工具 这是需要有个弧面的 而不同的器物有的也会有很多形状 那适合它们使用的刮刀也是不同的 所以才需要根据不同的形来制作不同的工具 前端的形修整好之后 用图示刀把尖端的部分一刀切齐平 如果切的时候有断裂的话 继续回到之前修前端的步骤 然后切齐平尖端 切整齐后放到600目砂纸上打磨木刮刀的边缘部位 然后把刮刀竖起来打磨刃 不需要打磨太多次 一到两次即可 然后逆光检查下 确保木刮刀前端部分是统一的透光的厚薄度 以及边缘线是齐平的 那这样一把木质刮刀就制作完成了 如果有任何制作疑问和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加微信随时联系询问 那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